欢迎来到21互联远程教育网 在本节课中呢 我将向大家介绍的一个例子呢 是为一幅图片 添加成这样的一个 连续的方格效果的一个实例 为图片添加这种连续的方格效果呢 在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下几点 首先在这图片处理当中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自定义图案的应用 以及图成样式中 外发光这个图成效果的应用 下面呢 我就将带领大家来制作这个实例 首先呢 我们还是先打开一幅图片 然后呢 我们新建一个层 在我们新建的这个图成一中呢 我们就将自作那个连续的网格效果了 首先我们来制作它这个自定义图案 我们先是文件 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呢 把这个文件 制作成一个 14像素 乘以14像素 分辨率呢 选择72就可以了 背景内容呢 我们选择透明 这样的一个文件 然后呢 我们来制作这个自定义图案 把这幅画面放大 然后我们应用图形中的直线工具 粗细呢 我们调节为 以像素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画这个 网格 把它挪 挪动到边缘部位 就可以了 把它转化为一个选区 然后呢 我们用黑色来填充它 取消选区快捷键 Ctrl D 下面呢 我们复制图乘一 然后 我们把这个 黑色的竖线呢 然后给它调转过来 选择编辑菜单下 变换中的 顺时针旋转90度 那么 也把这个 黑色的横线呢 挪到底部 下面呢 我们就把刚才制作的这个图形呢 给它定义为一个图案 选择 编辑菜单下 定义图案 这个选项 然后呢 我们命个名 网格 按确定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已经存入到我们Photoshop中的图案库里了 下面呢 我们回到刚才的图片中来 然后我们在刚才新建的图乘一中呢 来填充这个网格 我们选择编辑菜单下 填充这个命令 然后呢 我们选择 使用呢 我们选择图案 定义图案呢 我们选择刚才我们做的那个定义图案就可以了 然后按确定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通过自定义图案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网格做出来了 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网格呢 进行一定的修饰 首先 我们通过图层的混合模式呢 把它叠到背景层上面去 选择图层混合模式中的叠加 下一步呢 我们对网格的颜色进行一个处理 选择图像调整中的反向 这个命令 那么刚才我们叠加到的网格呢 更明显了一些 这个时候呢 我们图层混合模式 还是选择叠加 下面呢 我们通过图层样式呢 对这个网格呢 进行一定的修饰 我们点中图层面板下面 添加图层样式这个按钮 选择里面的外发光这个选项 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这种淡黄色的光就可以了 然后呢 扩展 我们稍微调节一下 调节到8就可以了 大小呢 4就可以了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要调节的就是关于这个等高线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不同的渐变模式 我们在这里呢 选择这个两个驼峰的就可以了 点中消除锯齿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调节它的不透明度 让它呢 更自然一些 调节好之后呢 我们按确定 最后呢 我们对这个网格呢 在图层印上面我们添加一个蒙版 让这个网格呢 有一定的渐变效果 我们点中蒙版 这个小预览图 然后呢 天窗我们选择渐变工具 由黑色到透明的这种渐变就可以了 那么添加了 这个渐变之后呢 那么这个网格呢 就更自然的 然后叠下到这个背景层上面了 最后我们调节它的不透明度 让两者呢 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那么以上呢 这个未图片添加这种渐变方格的效果呢 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效果呢 有点算是 这是在这种渐变的 因为电话 是 很多人 看窍 之夜 许 渐变了 吐变的 那么